南非女歌手諾奎高唱中華民國國歌 為駐南非代表處舉辦的 中華民國102年國慶酒會揭開序幕 酒會選在南非行政首都普勒托利亞舉行 許多南非政要議員和外交使節 共500個人出席 祝中華民國生日快樂 場面熱鬧盛大 今天晚上我看到所有的來賓都非常的高興 一起為中華民國慶聲 還有很多朋友告訴我 他們相信只要中華民國在馬總統的領導之下 一定會繼續的成長茁壯 也相信我們中華民國的人民 會跟政府團結在一起 女歌手諾奎現唱南非族魯族名曲 以及多首中文歌曲 讓國慶酒會充滿了多元文化色彩 其實諾奎兩三個月前才開始學中文歌 沒想到一學就愛上中文 南非的台灣女婿演奏綠島小夜曲 當地僑胞聽了很有FU 也讓諸匪代表出的國慶酒會 更甜另類的台灣味